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施洛特是一个练泰拳的选手 他现在也定居在泰国 在泰国买了房 有了泰国的女朋友 这个也是 今天所有比赛的选手 大部分都是可以为了自己的事业 把自己的家庭 以及生活的一些生活方式 完全就是根据自己的事业 去改变 生命以梦想为中心 感觉就活得特别绚烈 好 连续的组合拳打 压迫进去的组合拳进攻很有效果 但是蓝方的防守非常紧密 双手对于头部以及两肩的防护 还是很严密的 张笑语在进去的时候 要注意施洛特的吸法 进身之后的无尽点吸非常明显 赵笑语经验很丰富 对 再分开 赵笑语来了一个前手刺拳 这个机会看到的很好 赵笑语也是来自WPF 继续练营 中间迪迪的白刃战 连续拳法对空 虽然说这个斯洛特这个臂展有优势 中间距离可能拳马发力 不太容易发力 但是也并不出赵笑语的中间距离的拳马压迫 也有很多中间距离双方的拳马的互换 这一个上钩如果打准了的话 估计这场比赛有可能就终结了对吧 阳马压迫 好 很精采敲北香米站 这一副 指 Name omuf 之间 时 双方进入第二回合 这场比赛对于赵小宇来说 也是意义非凡 因为他的爷爷奶奶 爸爸姐姐都来到了现场 双方在拼拳的时候 这时候几个换拳的时候 赵小宇有几几拳 很清晰的命中 施洛特 施洛特一个转向后蹬 所以说 所以施洛特跟赵小宇 双方这种身高对比差距来说 中近距离抱头往前 逼近这种打法 对施洛特并不有利 对 你看双方互相拼拳的时候 一定是赵小宇的拳头的落点更准 而且发力也更加轻松 这个时候双方应该拉开距离 对 赵小宇非常能找施洛特在打拳 那一刹那自己给自己的空档 对 有几拳都是落点落到了这个 施洛特发力的这个 发力的同时这脸部头部的这个空档 今天施洛特的战术很奇怪 并没有按照自己的身材 这个优势去打 其实我们看施洛特 带着面具出来 一股神秘气息的凶神恶煞般的状态 双方连续拳法互换 这个时候还是赵小宇的拳法落点准 再是上高加前摆 但是我们看虽然双方在互相拼拳的时候 施洛特明显不占便宜 但是战术还是没有改变 像德国坦克一样 抱头紧逼 又是一记后手拳 这个时候施洛特应该做一些改变吧 因为这场比赛太精彩 所以说我想讲一些关于这个德国选手的故事 总是被打得坏 哇 两句 一个360度的旋转 两记后摆拳 这个前手摆拳相当重 而且这个角度也很刁钻 但是施洛特在面对赵小宇的拳法 轰击的时候丝毫没有退缩 反倒是在双方拳法互换的时候 施洛特一个前手平勾 赵小宇连续拳法压制 这个双方都有被 都有击倒对手 也有被对手击倒的这个可能 这一局比赛的对方相当激烈 观众也特别喜欢看这种比赛 双方都有被逼到绝境的那一瞬间 而且在触底反弹的时候 又是如此猛烈 这场比赛简直是把我们现场的气氛轰了高潮 刚才是施洛特一个压紧之后 一个直接袭击顶到了赵小宇的下巴 赵小宇怎么了 刚才是一个袭击之后 打到赵小宇的下巴可能有点懵 然后接着施洛特的自己进拳法 赵小宇连续拳法 稳住稳住稳住 在一场比赛开始 由于双方在第二局从一开始到第二续结束啊 全部是在用一种 互相拼拳的节奏在比赛 所以双方第二局 体能消耗很大 第三局也是决胜回合了 我相信如果要用数值 来衡量的话 赵小宇在这一回合 会用120%的状态 来打完成这场比赛 是的 刚才有一个细节 你是在第一局 赵小宇落下分的一段 对军当中 双方在互相出前手 平勾的同时 赵小宇的防守 还是比较有些漏洞 再一次的前高前面中赵小宇 因为上一回合的失利 这一回合赵小宇 一定要站得非常大的优势 才会婉转这个局面 对 赵小宇远去前方面中 你看就是这次 前手摆拳的时候 赵小宇的脖子梗得很直 这个时候很容易 遭到对手的这个迎击 哇哦 中方体上下降都很快 双方体能下降很快 挂在一起了 这个哇哦 一个正等腿踢到了赵小宇里面部 这个腿长的优势立马显现了 泰国选手普遍的这种高抬腿的高度 要比国内的选手高一些 因为泰国选手本身练习腿法的这个时间啊就很长 比例也很大 赵小宇有一个技术细节啊 在打百拳的时候 自己的右手会掉下来 已经我至少看到至少两次 这个打完前手平勾的时候 自己的右半侧脸挨到斯罗特的这个前手平勾的动机 双方在拼拳的时候啊 考验的是一个意志力的发挥 在这个时候同时要保证这个 头脑要清晰 这个赵小宇还是在步步紧逼 我相信今天赵小宇的父亲在现场上的中央豪赛 会有很大的触动 应该会有些揪心 因为上一次比赛赵小宇也是非常顺利的 这一次比赛的残酷以及艰难啊 很直观地展现给他的父亲 赵小宇在龙传奇的擂台上的这个战绩一直都很顺 但这场比赛真的是他遇到了一个应该提高的这个节点了 对 施动 是好事 接下来我宣布本场比赛的最终裁决 一号裁判28比30 二号裁判27比30 三号裁判27比29 本场比赛 蓝放射 一号裁判37比30 二号裁判27比70 四号裁判27比30